另外一個受害者講說 當初Nono用同樣的手法留電話 借機送回家毛手毛腳 他還在車上對他強行進路 然後他還講說只要沒射就不算了 就是我沒射出來我不算 這一次我們不算喔 剛才可能練習這樣 他的手毛很長 他的腿毛也很長 他的那邊非常大 所以我記得我非常痛 個人的特徵如果都可以描述出來 我相信這個就是一定有的 雖然說我們現場可能沒有人 可以證視他是不是真的很大 他到現在還居然在裝傻裝私衣 這麼多受害者他還不道歉 他當時太害怕整個傻豬 想要抵抗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他力氣太大了 是在2011年的時候 他一直推開他 然後說沒射就算了 這次我就先放過你吧 然後更可惡的是他還問說 他是不是很大 你有看過我這麼大的嗎 為什麼今天會開這個記者會就是 因為自從MeToo事件的延燒之後 所有的加害者 不管是藝人政治人物或是 各種有對女生或是男生 有做過性騷擾的事件 全部都一一第一個跳出來就是承認了 目前就成先生 就是我們知道的NONO大哥 他現在目前還是否認的狀態 因為他一直想不起來任何一件事情 那自從我PO文之後我就開始收到 超級超級多的受害者所有人的來信 那包含是有一些是幕後工作人員 然後電視台的工作人員 甚至有大學傳播系去實習的妹妹 她那時候才可能16、17、18歲 我不曉得就是大學的時候 所以我收到超級超級多的受害者的爆料 然後還有收到了兩三個是直接侵入式的 包含拖到市民大道的殘障廁所裡面 然後就直接無套鐘出 然後所以對很多的受害者心理影響是非常大 那我今天會站在這裡的話 我是想要除了我之外 我還想代替很多很多人發聲 因為可能你們現在知道的只有兩位 一個是EMBER是第一個 第一個EMBER出來之後 她還是不願意承認 她說她忘了 第二個我出來之後 她還是不願意承認 她說她忘了 結果陸續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訊息私訊來 我不相信這些沒辦法讓她想起來 那我先講我今天的一些重點來給大家 就是第一個關於我在Facebook發表的親身經歷 全部都是屬實 就是我個人發聲過的 然後第二個關於很多人問說職棒球員的經紀人 對這是一個真實故事 因為那時候很多網友提問說 為什麼要跟這男生進房間 那時候就是因為迫於權威 因為那時候我是一個沒有經紀人的人 我是獨立接案 所以當有一個人 他說他要跟你聊工作的事經濟的事 然後他可以給你更好的發展 所以他那時候是跟我說 我們一起坐計程車 先坐計程車 然後當時他只說在計程車上跟我聊 他要送我到火車站讓我回台南 因為我要坐客運 所以我就是這樣跟他上計程車 沒想到他又跟計程車轉彎 要去士林夜市 OK好 那我說那等一下我就要回去了 因為我會趕不上客運 那結果又到士林夜市之後 他又下車 他說他想要再跟我多聊一下 因為他心情不是很好 因為他帶著藝人 最近問題有點多 然後所以就這樣一路上衍生到 你知道那種騎虎南下的感覺 你很想走 可是因為你都已經拖到這裡了 你就是很想知道工作的事 能不能合作 那所以最後他就說 我現在想要休息 你就陪我一個小時 然後我說那一個小時後我就要走 因為我真的很趕時間 因為很多客運 台北客運很多最後都是會沒有搬車的 你可能就要到隔天早上才會有車 所以就因為這件事 所以我就是進到了那個飯店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連哄帶騙破於權威 然後因為他當時跟我講說他有很多大牌的藝人 就是他帶出來的 他是大牌經紀人 這麼大牌的人 包含他當時帶的藝人上通告 他已經來過我們現場很多次 所以我也看過他很多次 所以我不覺得他會有這種行為發生 結果沒想到也是有了 那因為這件事之後 我當時有跟很多人求救 然後包含當時我是上TVBS的製作人 他當時也詢問我說 要不要召開記者會 讓他在節目上對我們下跪 然後我拒絕了 因為我是一個北漂的小孩 然後我不想讓我的媽媽在電視上看到 我是被欺負的 包含今天這種狀況 我是不想讓我的家人知道的 因為我們家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家庭 所以我還不知道 他會面對到什麼樣的質疑 就是怎麼會把小孩帶成這樣那種感覺 然後所以 因為我怕我媽傷心 很多網友說我只是想要哄 如果我想要哄 我當時我就直接開記者會 我當時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然後關於第二個 陳先生及NONO 對於任何的指控沒有影響 我覺得這就是因為 對他來說這是微不足道的日常 因為他可能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有一個新的受害者 每天都有很多受害者 然後可是卻對我們這些受害者 是一輩子的因應 他覺得稀鬆平常 這很正常啊 你就是過來 你就是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上你 我就是怎麼樣 摸個胸部又不會怎樣 你幹嘛裝啊 大概是這種 可是 對我們來說 這可能會造成我們一輩子的因應 在我受到某個經紀人的性侵未遂之後 我以為我找到了救命稻草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演藝圈的大哥哥 結果沒想到是另外一個魔爪 他說的那一句話 他跟我講說 那個經紀人也不看看自己的地位 我都還沒吃到你 他怎麼可以讓他先吃啊 然後 我那時候是 這一聽就是一個暗示性的話語 很明顯 可是 他最後 把我帶到車上之後 他還是一樣 他還是一樣 對我伸出魔爪 甚至我覺得 他是比那一個 男生經紀人更誇張超級多費 因為他覺得 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 你都已經上車了 那摸一下會怎麼樣 然後 就直接湊過來 在車上就湊過來 就搶滾過 我的頭 還撞到 因為我坐在右駕 他是左駕 我頭還這樣 因為太 你們懂嗎 所以我的頭還是撞到窗戶的地方 然後他之後還跟我說 那你喜不喜歡 他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沒有經過他人的影學的情況下 然後之後他就載我到一個很暗很暗的公園 旁邊有一個河 因為我是男步人 所以我不確定說的是不是跟Amber一樣是那個大道城 可是就是那個地方是一個非常非常暗的 偶爾還會有一點點人經過 可是幾乎沒有的那一種 那他在大庭廣眾之下 把手滑進去摸我的胸部 從下面喔 從下面這樣子穿上去 然後摸我的屁股 摸我的腿 完全不顧我的感受做這件事 然後最後我就跟他說我一定要走了 因為我當時是借住在我阿姨家 就我阿姨家在台北 那我跟他說我一定要走了 可不可以送我回去 之後的每一天 他還是不斷打給我 他就是那一種會 包含我等一下講到的一些受害者 他就是覺得認定 他就會開始奪命連環call每一天 可是他奪命連環call之外 他可能不是call你 因為在後來我一直收到他電話之下 我發現我那時候在上藝能課 就是明星藝能學員的課 所以那時候才認識許捷惠老師的 然後當我電話沒有響之後 結果居然隔壁的女同學電話響了 我看他上面就是顯示NO哥 所以他同時對很多人是同時進行的 然後看誰中誰來 可能這一個人他舉例他這一個人 他埋伏了一個月 這個人這個月中了 下一個他可能跟了半年 半年這個中了 所以他有銜接不完的受害者 對我們來說是受害者 可能對他來說是一個玩物 或者是後來發現這些所有的受害者 都是他都專挑一個對象 就是不懂事的人 包含是大學生畢業 你剛要進演藝圈的 他所有都會找新人下手 為什麼他不去找隨便一個線上很紅的人 因為他不敢 他知道我們不會講話 尤其是我們這種外地來上面打拼的 我們甚至沒有任何朋友 任何藝人朋友可以為我們發聲 所以因為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這已經造成了一輩子的陰影 導致我這十幾年來 我每一天從那時候進演藝圈之後 我開始每一天都要吃安眠藥 放鬆劑 住憂鬱症的藥 我才可以入睡 直到今天包含剛才 就是我每一天都必須這麼做 因為很多事情 你以為那沒什麼 可是卻是別人的一輩子 那我覺得有一句話 非常有道理 就是天底下沒有不會被發現的罪行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然後 陳先生的一句沒有印象 又再一次刺中每一個 活在他火轉陰影的女生 所以現在才有很多女生跳出來 一直跟我講說 你絕對要讓他道歉 你絕對要讓他承認 這麼多人發生了 為什麼他還是不承認 一個忘記 兩個忘記 我就不相信 三個 四個 五個 十個 他還是忘記 他記憶力真的很差 我只能說他記憶力真的很差 需要陳先生 能為他的所作所為道歉 並且承認 如果現在還是死不承認 到時候會有更多人出來 我無意傷害任何人 包含受害者跟加害者 還有他現在 看起來是很美好的婚姻 我們沒有要傷害任何一個人 只是做我該做的事 他也應該負責他該負責的責任 回到十年前的話 如果現在回到當時的我 我可能還是會呆坐在原地無法反應 但是我希望因為這場記憶會 能夠讓更多的加害者知道 沒有不會被發現的事情 真的完全沒有不會被發現的秘密 從來不會有 不是什麼你知我知 大家閉嘴就好了 因為為什麼現在才出來講 因為以前講話誰會信 沒有人會信啊 因為對方就是一個 有名有事的人 他就是一個人 你今天隨便講一句話就說 沒有啊 他想蹭我 想紅啊 想紅 想瘋了啦 大概會是這種行為 所以根本沒有半個人會講 所以大家都是默默忍受 我剛才在就是要開直播之前的 前五分鐘又收到了加害者 新的加害者傳來的 那我覺得那是比較嚴重 我等一下會講 那我今天也呼籲更多的受害者 可以覺醒 就是勇敢站出來 因為如果他還是一直沉睡 一直叫不醒的話 我希望有更多更多人 可以勇敢的講出來 因為不要害怕 真的是不需要害怕 因為任何東西 我們都很需要一個負責 因為這些事情可能會造成 有你看很多小妹妹 可能17 18歲而已 她可能到現在 已經成為別人的媽媽了 那她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擔心她的小孩或什麼 包含陳先生 她現在有自己的女兒 我當然會講到一個 她有女兒之後 還是一樣性侵人家 然後 不管是演藝圈或是身邊生活上 我希望都不會有 在下一個的小洪老師或是Amber 或是我收到私訊的更多女生 然後還有 我在我的Facebook poll文 有很多人在檢討受害者 包含我的穿著 行為舉止 都說我不穿這樣就沒事了 不就是都因為這樣 所以你才會被這樣 我覺得任何人的行為 都不能夠當成別人引來犯罪的證據 因為 就像很多你看到穿清涼的女生 你也不會說 你要走過去直接上她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個人行為的問題 就是當下者 譬如說Gelie Nono 她自己行為的問題 我覺得女生有選擇自己想穿的衣服 被認為暴露就應該被性操擾嗎 我覺得不應該 因為如果 就像那時候男經紀人 他就跟我講說 那演藝圈你就是要被潛規則啊 你就是要被X啊 很多女藝人都是被X之後就紅了啊 你在那邊裝什麼清高啊 你裝清高幹嘛 演藝圈就是要被X才紅 可是我完全不認同這一點 雖然說很多人可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我的筋很硬 我腿打不開 那我覺得男生也不一定說一定要中性 就要被冠傷不堪弱的綽號 人跟人之間需要多一點的尊重 即便是家人夫妻情侶 都一定要互相尊重對方的選擇 因為我們也常遇見很多是那種 夫妻或是情侶他不想要 然後硬上的這些也是很多 可是我現在針對的是 連這些關係都沒有 可能只是一面之緣 甚至可能只是演藝圈的前輩跟後輩這種關係 然後甚至很多人是不認識的網友 包含我等一下會講到的 那我的聲明稿就到這邊 那我先講一下我剛才收到的 我覺得超級誇張的 我先念一下 可是這個不能 不能拍到人家的那個 我剛才收到就是在開 要開始之前 有一個女生說 我是受害者 大概七八年前 我跟他因為臉書跟微信認識 覺得他是很親切的大哥哥 某天下班時間回來 他來說要接我 順便送我回內湖 大家都知道他住內湖吧 因為很多女生都被他帶去內湖 當時我在101站櫃 盤鼻王快12點了 沒有捷運所以我就答應他 當時他開的是X5 我一上車他就把手伸進來我的大腿上 一直摸來摸去 然後說他很愛絲襪 接著他開始開到市民大道地下停車場 把我拉進去身杖廁所 就在裡面進行了一切 無套中出 當時的我真的嚇壞了 沒有做任何後續保護自己的處理方式 只想著那個親切的大哥哥 怎麼會做這種事 第一次這樣後我換了工作 從101換到松山 他還是持續密我找我 甚至會在我的店裡外面堵我 他超愛堵人 最後是我跟他說 如果你在騷擾我 我就要報警了 他才消失 我沒有跟任何人講過 一直到過了幾年才跟身邊的人提到 大家也只會笑我說 你當時怎麼不去爆料就好了 是啊 我怎麼沒這麼做 可是 這個女生說 因為我只是個路人 對方是明星 我也沒留下任何證據 大家只會自己檢討他 然後他還標注 如果他的手毛很長 他的腿毛也很長 他的那邊非常大 所以我記得我非常痛 這個 個人的特徵如果都可以描述出來 我相信這個就是 一定有的 雖然說我們現場可能沒有人可以證視 他是不是真的很大 我現在回想起來 還是陷入那個鋪天蓋天的恐懼回憶中 也怪自己年紀小不會處理事情 這種惡人一定要下地獄 謝謝你讓我有勇氣說出來 對了 那時候他女兒剛出生 我覺得我自己很對不起他老婆跟他女兒 事情是在2015年 那我接到的 包含很多受害者 有最早的是在2003年 他剛進電視台工作的 然後也是一樣被性騷擾 然後甚至更嚴重 把他帶去內湖的家中 說要拿東西 說你陪我一下 然後說要拿東西 結果強壓在對方身上 對方後來是逃出來直接上計程車走 可是因為他在電視台裡面實習 所以他不敢講這件事 這件事也快被他帶進觀察裡 就是很多人都會把發生的事會被剪 除了讓大家檢討之外 他會檢討自己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對的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要敢講出來 包括韓國我也覺得我很不對 我發生很多事情 我都沒有跟我的家人講 或是生病的朋友講 直到這一次在網路上Facebook講 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講 所以我覺得我也是太慢了 可是因為剛好響音MeToo這個活動 MeToo大家在報的 都是心裡深層的那一個結痂 那個傷口 所以大家在回溯的時候 等於是把那個傷口 一層一層的在剝掉 所以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並不是像大家說 為什麼你現在才講 因為根本沒有人會聽 沒有人會相信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爆料 也是另外一個受害者 另外一個受害者講說 講說當初Nono用同樣的手法 留電話借機送回家毛手毛腳 而且他還在車上對他強行進入 然後他還講說只要沒射就不算了 就是我沒射出來我不算 這一次我們不算 剛才可能練習這樣 他道歉還居然在裝傻裝詩衣 這麼多受害者他還不道歉 然後他當時太害怕 整個傻豬想要抵抗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 他力氣太大了 然後是在2011年的時候 他一直推開他 然後說沒射就算了 這次我就先放過你吧 然後更可惡的是他還問說 他是不是很大 你有看過我這麼大的嗎 現在已經兩個人真實上很大 就是我覺得這很誇張 沒射就不算性侵 就不算有插入 真的很可惡 可是因為這受害者 他已經有結婚了 他只希望不要再有人受到傷害 要道歉跟所有傷害過的人道歉拜託了 那我這邊還有收到就是 我大概講一下我覺得比較誇張一點的 然後我剛才還收到一個工作人員的 這工作人員之前我上節目 我上節目跟他上了很多通告 他是一個非常 那個電視台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都會知道的那一種 因為主持人就是屬於兩個字的主持人 然後他是2008年的時候 他們得到了一個標案 主持人在綠島主持人是NONO 活動前戲大家在後台 那天他以為可以敲活動檔期 所以為理由跟他交換電話號碼 因為在大家面前 所以他就有禮貌交換電話號碼 沒想到就是惡夢的開始 那天跨年之後結束的工作人員還需要測場 然後那天忙到凌晨3點多 他還一直收到他的訊息 問他惡不惡累不累 所以給他房間號碼 叫他去他的房間吃泡麵跟麵包 這過程中他一直很有禮貌的請他早點休息 結果後來他因為死不放棄 傳訊息來說沒關係叫我不要客氣 後來我忽略他 之後他看到這工作人員 永遠看到他都是瞪他的 覺得他很不上道 然後這工作人員為了證明事實 他還有 我等一下會提供給媒體各位 就是還PO出了NONO2008年 也就是在綠島主持的這個新聞 所以他之後只要跟他Re稿 因為這個電視節目是非常有名的 NONO常上這個節目 所以他都會覺得超級噁心 roast給我 com來臨 慢著 ться 起 Baum